字幕提供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乾杯 我是小蔡 那天有那個觀眾朋友在說什麼 好久都沒有開箱好事多 有啦 人家上個月我們有開 只是這個月沒有去就沒有開 有 買回來了 買回來了齁 那今天我們買的大概是這些齁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買到哪些東西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買的東西齁 這是什麼 那個草莓綜合果茶 還有這個什麼 柯克蘭的雞尾酒 然後還有這個 韓國小菜煮 小菜 小菜煮喔 小菜煮 什麼關係 我關係 不關係 我台灣 還有這個什麼 肉桂奶油酥 這不是肉桂卷嗎 為什麼叫奶油酥 還有這個什麼 迷你葡萄鬆餅二素 這不是石康嗎 我呢 它名字怎麼會是迷你葡萄鬆餅 好 還有這個烏骨牛小排 還有雞腿排 五龍麵 好 這就是我們這次買的東西 那這樣就準備要來開箱了齁 好 來開箱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從這個先來了 對 肉桂奶油酥 它是要怎麼酥 因為它是用那個酥皮的 是喔 所以它的做法不太一樣就對了 對 我那個肉桂味道蠻重的 對 蠻香的 那裡面有九個啦齁 加一個等於多少錢 大概三十三塊錢 肉桂的那個味道真的還蠻重的 挺香的齁 我們先來烤 用烤的好了 好 那它這個盒子外面有這個加熱說明 我就依照這個來烤 好 就這樣吧 好 喔 好了各位 嘗那個烤箱剛拿出來 對 對 我要這個夾了 唉唷 好軟喔 幹嘛 唉唷 烤就烤 拿起來變這樣 好軟 你那個好軟喔 對阿 要不然要不然鐵皮子出來就冰了 軟軟耶 嗯 軟軟耶 它的皮比較像可頌的那種皮齁 對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沒有說很酥耶 而且 好像很油 手一摸整個超油的 對 留在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材料是寫它使用的是那個 冷凍的千層酥皮 那千層酥皮它就真的是會比較 稍微油一點 如果它是用那個麵粉 像麵包這樣做的肉桂捲的話 就沒有這麼油 嗯 嗯 但是說酥我覺得它也沒有說 很酥耶 它就是 軟大過於酥 對 你知道它那個方式去做的 它怎麼會是這樣 嗯 我是這麼比較油啦 嗯 酥油 這吃在它很醉餓感耶 我覺得這個腹髒可能會比較髒 不過還有一點就是說它這個 我是比較主在吃甜的人 我會覺得它還是太甜了一點 有甜啊 對 不過肉桂的味道是不錯 肉桂有香 嗯 我剛剛有預期它會甜 所以我們都是泡了那個無糖的茶來配 哦 對啊 我也沒有加糖 先這樣吧 我們來吃第二個 好 吃完甜的那乾脆先來吃這個 哦 吃糠嗎 吃糠 我們來吃這一盒吧 來吃這一盒吧 好 各位我們打開它 真的啊 這看起來很漂亮耶 這是司康 它叫什麼鬆餅 但是這是司康啊 應該叫它司康就好 嗯 對 這樣子一盒是198元 198 24個 所以一個大概8塊錢 所以8點多元這樣來講是很便宜啊 但是它的個頭就是大小有差 像它這樣子 這是雞安啊 這是大雄 哈哈哈哈 不過我覺得這樣還蠻便宜的耶 對啊 其實是不貴啦 欸 上面沒有加熱說明 你要先我來把它複烤一下 然後我們來吃 好 複烤 好 出來了 烤好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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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家蠻常做司康的 所以我對它還蠻有期待的 來吃吃看 嗯 好 哦 各位這個司康喔 看起來就很讚 我直接先咬一口放開 嗯 嗯 還不錯耶 看起來烤過來吃 外面有一點點屁硬脆脆的 嗯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鬆鬆的這樣 嗯 鬆軟的 對 這司康的話就是建議大家買回來的時候 要吃的時候一定要稍微附熱再烤一下 嗯 那如果你怕它會太乾 其實你可以給它噴一點點的水啊 像那個司康嘛 小菜還蠻常做的 嗯 之前就有開過那個影片 教大家怎麼做司康 對 那如果說你自己要做的話 就可以看那個影片 對 這個不錯 嗯 還不錯耶 這是好吃的 如果你不覆烤直接吃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像略乾一點的 嗯 那如果說你如果比較乾燥的好 我跟你講你可以用 啊 可以加果醬 果醬啊 還是什麼 像這個吃在加熱粉買的 嗯 啊像這個抹醬也可以 好那個抹醬 像我們上次有開過 有開過 就阿拉拉抹醬還不錯 嗯 我們家平常在吃的話 就會用 磨磨果醬 對 磨果醬 對 磨果醬 這樣吃起來就好吃 嗯 我說真的 這個司康米這個半條蛇 強多了 半條蛇 對 就是它半條蛇在這裡 的確 司康米這個味道很好吃 好吃 對 嗯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我來喝這個好了 草莓綜合果茶 這新的 這我沒有喝過 不過我看草莓 我第一個想法 就覺得它味道很甜 我看到草莓 我第一個念頭 就是這個技巧哪有草莓 這一次耶 草莓已經過了 好嗎 來看看 嗯 我先搖一下好了 我搖一下好了 沒事都會忘記先搖 因為它可能沒有沉澱 對對對 它顏色看起來還蠻像番茄汁的 對啊 有點像番茄汁齁 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喝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好喝就好喝啦 不好喝就不好喝 對啊 我開始了 欸 沒有想像裝那麼甜 是因為我剛才吃火醬嗎 看整體喝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它喝得到有點果粒 果粒的話 我看人家成分應該是柳橙的果粒 奇怪 它這不是草莓嗎 為什麼會是柳橙的果粒 綜合果汁啊 它有寫綜合啊 綜合啊 所以它裡面有草莓柳橙還有蔓越莓 我覺得這還可以 我覺得它的味道調起來 然後裡面還有那個茉莉綠 所以整個綜合起來味道還不錯 這樣兩罐一組的話 價格是229元 所以這一罐大概114.5元 喝起來還蠻順口的 還蠻順口的 其實我覺得 可以要常鮮的可以試吃了 對啊 這還OK 還不錯 還不錯 好 今天開箱主動好快 欸很快齁 我們現在已經開三樣了 喔 我跟你講各位 第四樣 就是我期待很久的 小菜 小菜啦 韓國小菜族 我期待的是這一組 你期待的是搭配它的 對對對 因為為了搭配它 讓我買了一盒肉回來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來開 開這一個 好 好 229 229裡面有三項泡菜 你現在 你也是什麼名 喔靠XX 它為什麼那個味道那麼重 剛才以為是放屁 它的那個發酵味對不對 對對對 它有一個味道欸 剛剛我一打開它 瞬間飄出來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什麼 是在啤酒 哈哈哈哈 我在想說那個味道到底是蘿蔔出來還是白菜還是 蘿蔔蘿蔔 好 大家看一下齁 這個就是 紅色的蘿蔔吧 不是啦 它是蘿蔔 煙辣的啦 什麼紅色蘿蔔 你怎麼了 你被燒到頭腦 沒有啊 我沒有在運作 剛才開它那個味道是這個 對 我這樣毒氣嗎 哈哈哈哈 有一點點那種感覺 這就是那個辣蘿蔔 辣蘿蔔 然後這是那個泡菜 對大白菜 然後這個就是應該沒有辣的蘿蔔 對 好的這個 我們請小菜來試試看好了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提議要買這個人是你 是沒錯啦 因為我很少看到這個產品啊 好來 我們請小菜試吃 因為我們台灣人有一句話 各人做的各人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妹妹 所以我先吃 你先吃 因為我買 我是買這個 我要吃肉 哈哈哈哈 為什麼是阿伯 不是這樣嗎 那我來吃吃看 好吃吃看 我先從白色的先吃 因為看起來就是味道比較清爽 比較淡的 好好 滿爽口的 真的喔 這應該有柚子 柚子的味道 你看起來有柚子絲 爽口喔 乾杯粘杯一口 我不要 哈哈哈哈 接下來我是這個白菜的 就是一般傳統的泡菜 它稍微醃漬稍微久一點 就是那個酸度稍微出來了 口味我就算中等 有一些超市賣的 這個味道 還好 還好 好 再第三個 就選大塊的來吃 不要胖 你那塊不夠大塊 你那塊明明很小塊 你那塊明明很小塊 哈哈哈哈 我來吃一口 好 趕快吃乾杯菜 不會一直講 假裝掉下去 它的辣好像有放一點點 我們那個韓式辣醬 所以是好吃嗎 我覺得它比這個白菜好吃一點 所以沒有它那個味道就對了 它們三個吃起來都沒有剛剛打開一瞬間的味道 喔是喔 所以那個味道是怎樣來 我不知道 那換我試吃了 那我們肉先打開吧 哈哈哈哈 好過分 喔熱了耶 耶 三輩最喜歡聽這種聲音 讚 啊泡菜啊 泡菜我會跟肉一起試吃啊 我沒有說我不試吃 哈哈 我這樣會很煎炸嗎各位 那杯剪的好大塊喔 大塊才豪邁啊 好啦我剪小塊 我這個看起來好讚喔 對啊 好讚喔 哇各位 這個讚吧 讓這個來搭配多讚啊 馬上可以知道這個 泡菜好不好吃 如何 肉不錯 肉不錯 泡菜呢 蘿蔔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白蘿蔔的 算還蠻清爽的 那我來吃這個 大海菜 這白菜 好像有點鹹 白菜的我覺得還好 那我來吃 紅色蘿蔔 我其實也覺得吃起來是蠻脆的 味道還OK 所以這個我直接這樣 阿克斯 更好吃 更好吃這樣嗎 這蘿蔔有肉的味道 其實這三個泡菜 我覺得這兩個 OK 這兩個算OK 但是這個我覺得 白菜的味道比較奇怪一點 對 白菜味道有點奇怪 我覺得是這個 柚子的 白蘿蔔的這個 好吃 因為它有那個柚子醬的味道很香 對 這一盒是229元 果然還是肉好吃 嗯 那我們就全部都開完囉 沒有還有一個 我敲了 怎麼可以敲過了 雞味酒 其實各位我跟你講 這個我看他很久了 但是呢 我一個沒有買 為什麼 因為 太大罐嗎 嗯 大罐是 一個考量 嗯 另外一個考量是 它是塑膠品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做塑膠品 但是 大部分都是用玻璃瓶 我幾乎很少看到有人用塑膠品 但是他會這樣做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所以 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跟我們講 對 知道朋友可以留言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看這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看這個 把傳染上這樣 為什麼他聞起來都是牛肉的味道 牛肉在這裡吧 牛肉太香了 這個雞味酒喝起來有一點點甜甜的 但是酒的味道其實還蠻重的 有一點 好像還有檸檬的味道 還有檸檬的味道 對 看一下 12.7% 12.7% 那這樣喝起來算順口 不太會嗆辣的那種味道 對對對不會嗆辣 這個我覺得這個 你的多喝多一點應該也會最多 這個會喔 嗯 雞尾酒喔 那甜甜的酸酸的 這很容易就入口 嗯 這個在家裡喝喝也 一定要在家裡喝 不要在外面喝喝 不要在外面喝喝 吃這個牛小排 切雞尾酒好像不錯 不錯 我剛才灑那個什麼 那個松露鹽 嗯 好好吃喔 神仙般的這個 吃吃 各位 這次是神仙般的 在家裡吃吃喝喝 這很棒 這個夏天如果配著 配著那個冰塊這樣喝 應該不錯 或者是 搭個 氣泡酒什麼的 咦乾杯你可以弄個特調啊 你最愛黑白辣的 黑白辣的 對 剛剛的莓果 搞不好你還就可以繼續利用 說得好 好多種喔 好 乾杯特調時間 各位講 我不是專業的 我不是說 我玩多久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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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純粹 聊天 聊天做測試 我就直接拿剛剛那一瓶 那個 草莓 對草莓 綜合果茶 對 因為雞尾酒 基本上是調酒 這顏色看起來好像不錯 嗯 果汁的齁 很可以耶 對啊 它跟草莓綜合果茶很搭耶 對啊 第二個我要加什麼 養樂多嗎 養樂多搭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喝那個 韓國燒酒的時候 韓國燒酒很搭 對 對 請問到嗎 這樣可以好了 好 這樣 大概1比1 看起來就是養樂多 看起來好像就是養樂多 沒有 看起來就是乳酸飲料 搭嗎 搭喔 用這個韓國燒酒的喝法 也算搭 嗯 但是我覺得剛剛那個草莓這個更搭 草莓更搭 嗯 調酒的好處就是一個人的口味嗎 對 沒有一定就是說 一定要照什麼標準 什麼標準 或是什麼去弄 明確定廚師 他研發新菜的時候 怎麼不說 你怎麼沒有做一些穿透 他說 哇 他開發了新的菜色 以前從來都沒有人這樣做 他已經跨入了新的領域 各位 我們來跨入新的領域 哈哈哈哈 感覺晚上 就會拉肚子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不會怕 要拉我跟妳一起拉 好 剛剛小菜 加了兩塊冰塊 那我再繼續這樣 一樣一比一 差不多這樣 這顏色看起來跟剛剛一樣 嗯 差不多 各位覺得太好喝還不好喝 我是好喝啊 喔 搭嗎 搭 搭耶 搭 搭 雪壁搭 我覺得基本上他這個甜度就上來了 而且有一種氣泡酒的那種 氣泡水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但是他酒本身的韻味還在 嗯 那最後 蘋果西打 蘋果西打 試試看 好 看起來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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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氣泡很刺激 好氣泡 好氣泡 很氣泡 其實好像也很搭 但是他 原本雞尾酒味道被壓 壓過去了 被壓過去了 好所以 各位這樣 雪碧最棒 這樣拍一拍 其實雪碧1比1最棒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罐 今天家常買到的草莓 綜合果茶也挺搭的 對也挺搭的 因為我愛耳鼻辣 這兩個我覺得是排在地上 喝起來都是順口的 都沒有微喝感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罐其實還蠻百搭的 還不錯耶 還不錯 第一位的 還算順口好不好 好各位 今天這樣五款都開完了 對 那今天五款小菜 你最喜歡哪一個 小菜最喜歡的是斯卡 就是這一款 因為斯卡原本就是我蠻喜歡吃的 我覺得他這一款算不錯 他真的算不錯 這條座穿這個 我也會選這個 所以他現在名字叫一條座 你應該是最後這個機會有吧 這個我是覺得不錯啦 但是你可能兩年後回過 回過我可能會兩年後 因為這太大罐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比較少喝酒 對我平常只是小酌而已 雖然你叫乾爹 對 我沒有可能參加這杯 對 這太大杯了 這太大罐了 那其他的部分 我就覺得 可能 都還好 還好 梅果草我覺得它是好的 對 但是可能沒有到那麽強烈 會讓我想沒夠 大概就是這樣 爪了不要說 我只是個人喜好 對啊 因為我們個人喜好還是有 有不同的 對對對 我們就盡量 在忠實呈現開箱給大家看 那就這樣 記得訂閱分享小鈴鐺 好嘞 好希望今天的開箱 對你的選購是有幫助的 好下次影片見 拜拜 拜拜 各位看一下這隻 各位 這一隻 我有意識 意識知道 這一隻是可以泡牛奶的 到現在大概40年了 40年喔 40年喔 你看看 站在那邊看 對 家裡誰還有這種的 有 家裡有的可以留言喔 我真的覺得這個 泡牛奶的工具 真的好特殊 它好用 很特別 對啊 這隻是家傳的 這以後還要傳給那個 子子孫孫 子子孫 孫